字幕提供 嘿各位,我是Noyork 今天這一天風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氣溫異常的下降 上一週明明都還非常的熱的 完全感受不到秋天的氣息啊 那今天NK18的Hop我調了很多次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我覺得氣溫降下來之後 這個彈道表現好像變穩定一點 不過Hop皮總是有一種 有時候吃得到,有時候又吃不到的感覺 當天調整Hop的時候也是特別的辛苦 G19殺的部分 因為氣溫走降的關係 前一天我就換上了抗寒套件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我一樣覺得他的彈道表現好像變得比較好 難道我的槍都比較喜歡秋天嗎? 這真的是個不解之謎啊 好啦,我們就進戰場吧 OK,第一場開始了 今天這一場人數非常的少 五方就只有三個人而已 那敵方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在遊戲的初期我直接卡在這裡 很快的就發現了一名敵人 而這距離應該有60公尺左右 不是很期待可以打到東西的事了 攻擊完畢我就轉換位置 持續觀察前放的狀況 但老實說CQB裡面沒有隊友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就跟一名隊友去推CQB了 這使得我們剛剛好拿下了中線 接著開始搜索這附近到底有沒有敵人 不過實際上這場在CQB內都沒有看到任何的敵人就是了 一路檢查完畢我開始在觀察開闊區 場地內可以說是相當的安靜 結果感覺叢林區的那個位置好像在糾纏 在我大致確認了木箱區這個位置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叢林區的位置槍聲越來越大 而瞭望台那個位置就出現了敵人 不過當我開了第一發的時候 我居然看不到彈道 很可能是打到了前面的木箱上 這導致我錯失了擊殺的機會 當我發現那邊也有更多的動靜的時候 我就連續打了好幾把過去 但這效果似乎並不是這麼的好 所以就直接停止射擊了 後續就跟隊友一起推CQB的位置 而這裡是我常常使用的位置 感覺上似乎只有我會這樣做鎖定 不過當我接近CQB走道的時候 說真的我很不喜歡看到遊戲開設的時候 還有人進來試槍的 因為這頗危險的 有些人進來試槍是不帶護目鏡的 好好你有帶護目鏡 就這樣子我們一路順推到了CQB的最深處 除了被這個死槍的驚嚇到之外 真的就沒有遇到任何的人了 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 抵達了CQB的門口 這時我發現了一名敵人 仔細瞄準攻擊之後 我便更往左邊搜索 只不過就在我探出去的那一刻 唉唷 那真的是有點嚇到我了 由於卡在那個位置實在是不好動 我很快就轉移到另外一個位置 並從這邊開始觀察前方的狀況 但是在我的初步觀察之後 我發現那個位置並沒有看到敵人 看來他躲得比想像中的還要後面 為了突破僵局 我打算賞一顆煙霧彈過去 但我卻被別人給鎖定了 就這麼的往生去 後來因為也沒有時間了 因此也沒得復活 就直接跳下一場吧 第二場開始 這場我回歸至紅隊 這場雙方的人數依舊是很少的 開場的我採取一個超級慢速的行動 逐漸逼近中央的木箱區 抵達木箱區之後 我先觀察一下CQB的狀況 地方如果Rush的話 那裡通常是第一腳斬點 當我轉向東北側的時候 我直接目視到了兩名敵人 但是只有打掉其中一個人 這一側的襲擊結束之後 我很快又轉向了西側 以前也有提到的這個位置 至少需要兩個人來守 一個人要同時顧東西兩側 真是很辛苦 西側巡完之後 我又再次看向東北側 剛才沒有說掉了 第二名敵人還在那邊晃 所以我全心全意的在做瞄準 這時他似乎注意到我在哪裡了 但我可不能讓你那麼輕易地做反擊啊 當確認擊殺那名敵人之後 我嘗試從西側進入木箱區 這基本上不是什麼錯誤的決定 所以我沒有遲疑的就進入木箱區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當我貼近木箱區的東北側 嘗試要觀察敵陣的時候 卻被隊友的方向攻擊 如果從槍身來判斷的話 我覺得隊友可能在我們家的木箱區 或是接近叢林區的位置 我大幅度揮鎖了大概兩到三次 但只要我探出去 那邊依舊會往我這邊攻擊 這迫使我只能從別的角度來做探索 戰場上最大的敵人果然是隊友 接著我直接卡在這個木箱的上面 就這樣子靜靜地等著我盯著許久的敵人 東北側持續有敵人的存在 不過位置有點刁鑽 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錯 但我一腳往前踏 馬上又180度轉回來 我差點就忘了剛才隊友一直在打我呢 所以我決定看向西側 觀察一下這邊到底有沒有敵人 看起來似乎是沒有之後我又轉回去 此時似乎也沒有隊友想要往前推進的打算 現在我人卡在這邊只能是顯得綁手綁腳的 就在這個時候 一名敵人從我的眼前切過去 我緊急舉槍 但是這已經來不及了 而且這樣只看著他的身影 慢慢的接近那邊的瞭望台 但這個角度剛剛好都沒辦法打到 除了我正前放了這棵樹之外 那個位置也有木板作為掩蔽物 我嘗試切換一下角度 看有沒有辦法做襲擊 當我發現那名敵人探了頭出來 準備舉槍攻擊的時候 我突然被CQB的方向給背襲了 後來聽聞那名敵人似乎盯著我非常的久 可見我在這邊消耗了太多的時間了 後續復活 我便開始往CQB移動 這場我方並沒有隊友往CQB走 所以在我進來之前 這邊其實是放空城的狀態 附近的隊友則是因為聽到CQB這邊有聲音 因此才走進來查看 很錯巧的 我發現了一個可疑的蹤跡 我猜八九不離世這是敵人 這次我雖然想要告知隊友 我那邊有敵人 但這會讓敵方產生警戒 不過旁邊的隊友 似乎注意到我的動作有點詭異 因此也開始對前面做警戒 就這樣子在這邊對峙了幾十秒的時間 我抓到了他探頭的瞬間 這一發非常的響亮 後來我斷定他們沒有人走CQB 我便從CQB走到一路接到CQB的最北邊 而如果與其般的 CQB確實沒有任何人在防守 所以我又到了這個出入口 在做觀察的動作 就在我這樣子探著探著 我注意到中央目香虛有敵人 不過我當下看不懂他為什麼貼在那個點 就在我鎖掉這名敵人 開始往左邊探的時候 又是同一個位置 那個敵人真的是很容易躲人啊 我在思考是不是下一次 應該直接對那邊丟一顆水魚蛋 不管那邊有沒有人 再一次的復活後 我又再次往場地的中線推進 希望這一次隊友不要再打我了 成功的進來之後 我發現CQB這邊一直有槍身 這讓我被吸引過去觀察狀況 剛好發現敵人卡在CQB的門口 很快的偵察一下前方的狀況 我就又有轉換位置 畢竟這個角度不適合右手 當我貼向東側 恰巧發現一名敵人往前推進 但開槍前我遲疑了一下 因為我在思考這到底有沒有10公尺 想說他如果自己陣亡的話 我就不用開槍了 不過最後我還是開下去了 第四場開始了 我發現今天編輯的場次都在南邊出生了 這場我已經打算好要丟煙霧彈了 不過不是為自己用 而是為隊友 這場我還是選擇推進至中央的木槍區 因為這實在是太好用了 過來的時候還是要先檢查一下CQB 我在推進期間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攻擊 我在這停頓大概40秒鐘來做觀察 注意到了隊友正在推進當中 我想是時候該支援煙霧彈了 不過卻發生了天大的事故 我必須說那塊木板的位置實在是太剛好了 這搞得我十足的尷尬 總之我先把剛拉下來的拉環收好 然後稍微觀察一下我剛才丟的煙霧彈的狀況 今天的風其實蠻大的 而且又不穩定 很難掌握今天的煙霧到底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不過現在看起來似乎只有垂直的往上飄的感覺 所以我跑去觀察西側 看看是否能夠抓到什麼好料的 不過就在我回頭之後 哇靠這個煙霧彷彿人間仙境啊 已經相當完美的大範圍擴散 這根本就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因此我立刻決定推進 來搶下這個木箱去 幾乎這裡面並沒有任何的敵人 真的是相當的和平啊 就這樣子我一路一動一路觀察 意外發現場主在拍照 然後我依舊是在做警戒 花了好段時間才終於踢到這個木箱的位置 真的是人間仙境啊 隨後的20幾秒我人直接卡在這個位置著觀察 說實話不太好觀察敵人到底在哪裡 不過這個時候我已經決定好目標了 但我第一次攻擊的目標卻是個意外出現的傢伙 實際上我在盯的是更深處的這名敵人 不過打他的時候我一直是打歪 手槍的準度果然還是不行 擊中在同一個點太久之後 我突然就覺得想要去觀察一下其他的方向 確保自身的安全 就在我看向東側的時候 突然也有敵人出現 由於時間緊迫我就直接打腳 讓我意外的是竟然打到了 我有反覆看剛才的彈道攝影機的畫面 但我感覺像是被閃掉了 在那不久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卡在這個位置 我方已經完全打出了一個大順風 已經有隊友從東側打進他們家的出身點 而現在就是在擊殺殘存勢力 而我這次依據狀況開始往前推進 不過結果來講什麼東西都沒有打到就是了 當這邊被隊友清掉一輪的時候 他竟然還被隊友攻擊 我覺得這真的是會往前衝的隊友的最後的結局 接著我們倆就進入了CQB裡面 打算去進空CQB 這個時候就跟他兵分兩路了 比較不同的是 我是從CQB走道一路檢查到我們家裡面 先不說沒有敵人這件事情 連我們的隊友也不在啊 我們居然沒有被繞BAN啊 最後呢我從這個位置出來 我真的是繞了好長一條路 不過在我重新回到前線的時候 幾乎是已經沒有目標可打的狀態了 這場基本上到這邊也就結束了 今天煙霧彈只有丟了一顆 因為實在是找不太到什麼好機會 不過今天這個鋒利 丟煙霧彈也可以產生不錯的效果 這是一個不錯的發現 好啦那今天的生存影片已經在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非常喜歡我製作的影片內容 歡迎透過這些QR Code來按讚追蹤跟訂閱 我就期待在下一部影片也能見到你 我是NOYOKE